现在还是有不断的对这个新的病毒是完全不知道一开始 而且呢特别是对什么 对它很高的传染性 这个是死料不及的 它的复制指数是多少 那么一般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流感的是大概1 那么SARS 17年前的SARS是接近2 这个中东呼吸综合针是1.5 那么这个从平均来说呢 就是新冠病毒的话呢 差不多达到3 传染很容易传染 保持距离戴口罩 这个是最好最好的防止 莲花轻温胶囊呢 实际上它的内容是麻信石干汤 再加上一些红花等等 我们的媒体的实验下呢 就发现了莲花轻温胶囊呢 它对病毒的抑制是有一些 但是很弱 但是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对这个病毒引起的细胞的损伤啊 细胞的炎症 我们叫细胞炎症这方面呢 有很好的修复作用 所以我们觉得联合金融交往 比较适合于我们一般的普通的新冠肺炎 这新冠肺炎呢 就是应该80%以上都属于普通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底气 以及有这个证据来说啊 莲花轻温胶囊真的是有效的